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天讲带你看日本 前些天在东京街头看到一颗好大的奥运金牌 整体高达16米,有四五层楼那么高 金牌本身直径2.5米 雕刻着奥运奖牌的经典图案 胜利女神尼姬 她身插翅膀,手拿棕榈叶 站在范雅典娜体育场前 原来这是一场以奥运会为主题的复合型展览 以东京日本桥为中心 由多个世界级艺术家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奥运题材的作品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其中的主展厅 疫情期间看展览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所以不会有太多的人 奥运会大家都并不陌生 奥运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 古希腊的奥林匹亚地区举行的古代奥运会 据说起源于当时的神前祭祀活动 1894年在法国教育家库拜旦男爵的倡导下复兴 由于当时社会上的男权主义 以延续古代奥运会的传统为理由 拒绝女性参加奥运会 所以在1896年 希腊雅典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 并没有女性运动员参加 这一点与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传统项目 相哭不谋而合 在我们已经对女子运动员习以为常的时候 其实直到2012年 女子拳击比赛纳入奥运会 才实现了所有奥运项目 都由女子参加 这里展示的是历届近代奥运会的宣传海报 自1924年开始加入冬季奥运会 每张海报都融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与东道主的地域文化 犹如走近时空的长廊 再次遇见2008年的那个夏天 如今我们印象里 奥运会必不可少的圣火传递 是从1936年开始的 这个展厅里展示的是 历代圣火传递使用的火炬 随着时间的推移 火炬的设计与使用的制造技术 也成为奥运会的焦点 历代奥运会的火炬造型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在下一个展区 展出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上 使用过的几套经典服装 这几套精美的华服 就来自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这次的展览会上 还展示着几位奥运冠军 夺冠式使用的物品 其中有亚买加田径运动员 尤塞安·博尔特的背心 美国游泳冠军菲尔普斯的短裤 中国乒乓球传奇一样的人物 邓亚平使用过的球拍 如今一提到奥运会 我们就会先想到金银铜牌 然而在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国际奥委会对奖牌的设计 并没有固定的方案 当时的东道主认为 金子太俗气 只镀造了银制和铜制两种奖牌 冠军被授予银牌和橄榄枝花冠 亚军被授予铜牌和月桂花冠 第三名只有铜牌 历届奥运会的奖牌设计你对哪一个印象更深刻呢 1964年的东京奥运 带领日本从战败国走向发达国家的行列 2020年的东京奥运经历了新冠疫情 延期举办 无观众入场等一系列的困难 面对当前余日俱增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早已没有了当年经济强国的风采 奥林匹克主义是提升思想和灵魂 跨越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 友谊 团结 公平竞争 最终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 大家觉得 日本在一片反对声中 是否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呢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言在评论区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就来关注一下吧 临走别忘了点赞跟转发哟